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倒地后 吴拉罕将阿巴斯压在了身下 在面对吴拉罕的泰山压顶 阿巴斯也在做着奋力的反抗 偶后只见吴拉罕很快做出了一个拿背的动作 这也是让阿巴斯万万没想到的 最终吴拉罕抓住机会 一进背后罗甲直接KO对手赢下了比赛 才半装看怕老马上飞升叫停了比赛 连阿巴斯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 这么快就被KO了 全场比赛下来 愤怒的吴拉罕爆发 精英只用了33秒的时间就让对手长暴KO了 只能说吴拉罕真是好样的 其实不管你再怎么有实力 也不能去挑战对手的伦伦底线 这样就激起了对手的斗志 最后自己却要付出场中的代价 真的是得不尝试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期间其实确实有我大手的想法 我们下期再会